- 哈嘍,今天是大學生必學的30格Python技巧中的第22天 在這個系列我們有教了很多種韓式碼 但是那些都是內建的,那今天就要來教你怎麼自訂韓式 先來認識韓式好了,什麼是韓式呢? 直觀來說,韓式就是把常用的程式碼包裝在一個區塊中 方便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可以隨時呼叫還有使用它 韓式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在你之後又遇到類似運算的時候 同樣的邏輯可以重複利用,那這就是一次定義多次使用 就不需要每次要用的時候都要再多寫好幾行的程式碼 也會讓我們在寫程式的過程中比較不容易出錯 如果真的發生錯誤的話,也可以很方便的去檢查 然後排除掉這個錯誤 那韓式的使用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定義,再來就是呼叫 一定要先定義韓式後,我們後面才可以呼叫它 也就是使用它 那先來看要怎麼定義韓式 建立一個韓式的語法就長這樣子 這個參數跟回傳值 都是可以只有一個或是有好幾個 當然也可以不要有 那如果你有好幾個參數或好幾個回傳值的話 每個都要用逗號隔開 在定義韓式之前一定要加這個DEF命令 也就是define,定義的意思 後面再加上韓式的名稱 那我現在就來建立一個韓式好了 首先要先加上DEF 那我現在要建立一個沒有參數,也沒有回傳值的韓式 我這個括號裡面沒有東西 就是沒有設定要放參數 那後面記得要冒號 裡面的程式區塊也要記得縮排 那像這樣子,它就是一個沒有參數 也沒有回傳值的韓式 那現在來做一個有參數的 可以轉換成西元年的韓式 那我設定一個韓式名稱 括號內放上參數 因為我是想要民國年轉換成西元年 所以我就放一個參數就好了 這個後面的冒號也不可以忘記 那程式區塊就是要把它轉換成西元年 民國年要轉換成西元年 就是加1911嘛 最後要記得把它回傳 如果這樣就讓程式開始跑 那它也不會回傳什麼東西 因為這裡只是韓式的部分 必須要在主程式的地方呼叫 它才會用到 那要建立主程式 就是離開這個程式區塊就好了 我一開始要讓使用者輸入 它要轉換的民國年 既然是要讓使用者輸入 那我就要用到Input輸入命令 我裡面給它一個提示自傳 然後再用一個變數儲存它 這裡有個小細節要注意喔 用Input輸入命令 輸入進來的資料回時自傳 但是待會在呼叫韓式的時候 它這裡有用到數值運算 就是要加1911嘛 但是不同的資料型態 是不可以一起運算的 所以一定要記得把它轉換成整數 那接著就可以呼叫這個韓式了 要呼叫韓式 就是打上韓式的名稱 關後裡面給它參數值 就是使用者輸入進來的民國年 那我要用一個變數來儲存這個結果 最後再把結果輸出 那就輸入今年好了 它就會輸出2021 那這樣子就成功囉 但其實還是有簡潔一點的啦 就是不要用一個變數儲存 直接在輸出的地方呼叫韓式也是可以的 那他們的結果也是一樣的 但是這樣子寫 我可以少打一行程式嘛 有沒有一點賺到的感覺呢 剛剛還有說到參數跟回傳值 都不一定要只有一個嘛 我現在來試著建立 有兩個參數也有兩個回傳值的 這個韓式我想要取得一個 舉行的面積號周長 再把它換個名字 參數就是寬和高 那裡面就是要計算面積跟周長 最後回傳這兩個變數 這樣子韓式的部分就好囉 現在要回到組程式 先用input輸入兩個變數 那一樣要記得把它們轉換成整數 因為待會也要做數值運算 再來就是因為它會有兩個回傳值嘛 那當然也要用相對應的變數數量去儲存 那這裡就是呼叫韓式 刮後的地方就是要把 剛剛輸入的兩個參數 給它丟進去 最後就可以輸出了 那這樣子組成式的地方也完成了 就來執行看看吧 我給這個舉行的寬度是4 高度是5 那它最後就會告訴我 它的面積是20 中長是18 那這樣子就是有多個參數 還有多個回傳值的情況 再來就要講講參數預設值的部分了 在定義韓式的時候 如果括號裡面有放參數 我在呼叫它的時候 如果沒有傳入參數就會發生錯誤 為了避免發生這種事 我在建立的時候 我就可以先幫參數設好預設值 呼叫它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傳入參數 韓式就會自動用預設值去替代 那要設定預設值也很簡單 就是在後面加個等於 然後再加數字就可以了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有設定預設值的參數 必須要放在參數串列的最後 那現在就來幫剛剛的韓式 設定參數預設值 那假設我在呼叫的時候 我沒有傳入參數 這樣子就不能正確執行 所以我現在就來幫它設預設值 設定預設值也很簡單嘛 就是在後面加個等號 然後再給它一個數值 那我在呼叫的時候 我就只傳入寬度的值 10 一樣是4跟5 但是它最後出來的面積就不是20了 是因為我並沒有把高度 丟進這個韓式裡面 韓式就自動認為高度會是10 所以最後出來的面積結果 才會是40 那剛剛還有講到一個 有設定預設值的參數 要放在最後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試試看 假設我是設寬度的預設值是10 高度沒有設 然後這裡只傳入高度 它也讓你輸入寬度跟高度的那個都沒有跳出來 直接就告訴你發生錯誤了 但是我改一下它的順序就沒事囉 我把宽度的调到最后 这样子就会正确执行 只是跟刚刚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并没有传入我输入的那个宽度 而是函式直接把它认定是10了 所以最后出来的面积才会是50 所以说如果你有设预设值的话 要记得放在最后哦 虽然说是放在最后 但并不是说只有最后的那个参数可以放预设值而已 假设我有三个参数好了 我可以两个参数都有设预设值 只要是放在最后就可以了 也就是放在最后两个 这样子也可以正确执行的 那看到这边 你知道要怎么制定函式了吗 那现在就要出题考考你咯 第一题 观察这个程式码 那我主程式放哪一个程式码的时候 会发生错误呢 注意哦 题目是问你哪个会发生错误 仔细思考一下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如果你还没想到 记得要按下暂停 那我就要先公布答案了 这题的话答案是C 它是哪里会发生错误呢 其实跟这个函式还有预设值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只是说它在输入的时候 只会输入一个参数 那它是照顺序分配的 所以这个100会是price的值 而这个quantity会等于0 但是它下面有一个数值运算 而且是用到除法的 在用到除法的时候 除数是不可以为0的 所以是在这边发生错误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很疑惑了 那为什么B选项可以呢 不是数值运算吗 可是它输入的时候是自竄耶 那是因为 在函式里面 它有强制把这两个参数 都转换成int 就是在第二行 你有没有看到呢 所以它才不会发生错误 是可以正确执行的哦 那再看到第二题 你现在正在设计一个函式 那必须要满足下面四个条件 在三个空白的地方 应该分别填上什么程式码呢 那就要先公布答案了 第一题的话答案是C 因为在建立函式的时候 前面必须要有这个define命令 AB都少了这个 那为什么不能选猪选项呢 是因为在韩式名称后面 有参数值 就算没有参数值好了 那个括号也是不可以省略的 那可以看到第二个填空的地方 就知道它是要放参数的 所以就不可以先写这个冒号 那讲到这里 第二题的答案应该也都猜的差不多了吧 答案就是B A选项就是少了那个冒号 那为什么不能选猪选项呢 有括号也有冒号 为什么不对呢 是因为题目有说要有两个参数 所以它是不符合提议的 那再看到第三个空格 题目是说最后要回传新的分数 所以答案是C 那再看到第三题 这是一个计算阶层的韩式 那请你判断一下 韩式里面的条件会是什么呢 那公布答案咯 其实这里有点小困难 答案是猪 题目给的这个参数是N 输入N就代表要算N的阶层 如果N是1的话就回传1 如果不是 就是这个else的地方 它就是回传N 再乘上这个韩式的N-1 这样讲好像有点混乱 假设我N设了3好了 那进到这个判断是 看到N不等于1 就要进入到else的区块 那它又回传的是3 然后又呼叫了这个韩式 但是参数变成了2 那你还记得阶层的算法吗 如果是3阶层的话 就会是3乘2乘1 所以它就会一直这样子呼叫到 里面的N是1为止 那么这样乘起来就是阶层的算法 其实这样好像扯的有点远 不过这题也是有一个小诀窍的 就是AB都不可以选 只有一个等于是负值的功用 并不是判断它有没有相等 那看到C选项 如果N等于0 那干嘛要回传1 所以这题正确要选的是珠选项 再来看到第四题 它问的是 用下面哪一个选项的时候会发生错误 一样再给你3秒钟的时间想想看哦 想好了吗 我要公布答案了 这题要选的是C 这题C是错在哪呢 是因为它呼叫的时候 它传的是自串10 虽然它只有传一个参数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建立函式的时候 就有帮它的参数设预售值了 但是最后要回传的是X加Y 这个Y就会用到预售值是0 但是我输入的是一个自串 自串跟数值是没有办法一起运算的 所以你要嘛就把它改成数值 要嘛就是像珠选项这样子 输入两个自串 那接着就看到最后一题咯 看一下这个程式码 最后输出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那来公布答案咯 这题的话答案会是A 这个函式的功用是输出它的绝对值 这个ABS是Python内建的函式 功用就是取绝对值 那可以看到我在呼叫它的时候 我的关号里面并没有放上参数 所以X就是预设值 也就是-10 那-10的绝对值就是10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A 那看完这个影片 你知道要怎么制定函式了吗 下一部影片就是带你认识 还省其他内建的函式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by bwd6